你知道全国最大的鱼具生产基地在哪吗 不在海边不在江边 而是在不沿江不沿海的大中原 宝峰县大黄村 在全国人大代表村支书马豹子带领下 全国跑买卖 硬是把一个做批发零售小商品的小村 变成了制造销售鱼具的大马 现在全国70%的鱼购鱼具都产在那里 乡村阵型离不开韧菜的皮药 今年我将继续关注乡村阵型 产业阵型和人才培养 把群众的心声和意见带到北京去 带到兵会上